第八章克服困难 人们经过学习,掌握了财务知识,但在通向财务自由的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障碍 我们知道,资产项目可以产生大量的现金流,使人们自由地过上梦想中的生活 而不必整天为了生计忙碌工作,仅掌握财务知识的人很多时候仍然不能拥有充裕的资产项目 其主要原因有五个冒号一,恐惧心理,二,愤世嫉俗,三,懒惰,四,不良习惯,五,自负 原因之一,对可能损失金钱的畏惧心理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喜欢损失金钱的人,但在我的一生中,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位从未损失过金钱的富人 可我曾经遇到过许多从未损失过意好的穷人,我是说在投资活动中 对损失金钱的恐惧是确实存在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恐惧心理,甚至富人也有 但恐惧本身并不成其为问题,问题在于你如何处理恐惧心理,如何处理损失问题 处理失败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人们生活的差异 不仅是对金钱,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的处理都是这样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他们处理恐惧心理的方式不同 感到恐惧是正常的,在涉及到金钱时表现出怯懦也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你仍然有机会变得富有 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些方面是英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是懦夫 找朋友的太太是一位急救世护士,当她面对流血的病人时,会飞快地冲上去救治 可是当我提到投资时,她却避而不听 不过当我看到鲜血时,却绝不会跑上去,而是会躲到一边 我的父爸爸理解人们对金钱的恐惧症 一些人非常怕蛇,一些人非常害怕失去金钱 这都是恐惧症,因此,她有个克服害怕失去金钱的恐惧心理的小诀窍 如果你讨厌冒险,对金钱损失感到担心 就早点动手积累属于你的金钱 这也是为什么银行建议你在年轻时把储蓄当作一种习惯的原因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积累了,你就更容易致富 当然,我并不认为储蓄是一种好的财富积累方法 我不愿意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但应该看到在那些从20岁开始储蓄与从30岁开始储蓄的人之间 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有人说这世界的奇迹之一就是富利寄席 据说,购买曼哈顿岛是有史以来最廉价的交易之一 纽约被以价值24美元的廉价小玩意买下来 然而,如果将那24美元用于投资 以8%的年利率计算,到1995年这24美元就会变成28万亿美元 如果把24美元存起来,到今天也可以把曼哈顿重新买下来 特别是以1995年的房地产价格计算的话 我的邻居为一家大电脑公司工作,他在那儿干了25年 在过5年多一点的时间后,他将离开那家公司 按401K计划,他将得到400万美元 这些钱大部分将被投资于高增长的共同基金 他也可以将其转换成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 他离开公司时只有55岁 每年却能获得超过30万美元的现金留人 这比他的工资收人还要高 所以,如果你害怕损失或者讨厌冒险 你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你必须找行动而且制定一个完善的退休计划 此外你还要聘请一位自己信得过的财务顾问 以便在你做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他能对你进行指导 可是,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或者希望早点退休 又该怎么办呢? 你怎样来应付损失金钱的恐慌心理呢? 我的穷爸爸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做 他只是一味回避这个问题 拒绝进行讨论 我的父爸爸恰恰相反 他建议我要像德克萨斯人那样思考 我喜欢德克萨斯周和德克萨斯人 他常常说 在德克萨斯,什么东西都大气 如果德克萨斯人赢了 他们就会赢得很多 如果他们输了,也会令人称奇 难道他们喜欢失败吗? 我问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人喜欢失败 如果一定要让我看到一个失败者 就让我看到一个快乐的失败者 父爸爸说 这就是德克萨斯人对于风险 收益和失败的态度 这是他们驾驭生活的方式 他们活得很大度 不像这儿的大部分人碰到金钱问题时 生活态度像斜齿边一样 斜齿边在有人用光照到他们时会非常害怕 而这种人在杂货店职员少找给他们两毛五分钱时 便会抱怨不停 父爸爸接着解释说 我最喜欢的是德克萨斯市的生活态度 他赢了会感到骄傲 输了也会自我夸耀 德克萨斯人有一句谚语 如果你即将破产 那就破产得更严重些 他不愿意让你认为他仅仅因为一状富士公寓而破产 父爸爸经常告诉我和迈克 在财务上不能获得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大部分人的做法过于安全 人们因为太害怕失败 所以才会失败 这是他常说的话 对此前全美橄榄球联赛的杰出球员弗朗 塔肯顿还有另一种说法 胜利意味着不害怕失败 在我的生活中 我注意到失败常常伴随着成功 在我最终学会骑自行车之前 我曾经跌倒过许多次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曾打丢球的高尔夫球兽 也从未见过不曾伤心过的恋人 更未曾见过从不损失金钱的富人 因此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在财务上不能获胜的原因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损失金钱所造成的痛苦远远大于致富所带来的乐趣 的克萨斯人的另一句谚语讲道 人人都想上天堂 却没有人想死 可是不死怎么能进入天堂呢 这就如同大部分人梦想发财 但却害怕在投资过程中损失金钱 所以他们永远进步了天堂 傅爸爸过去常常给我和麦克讲他到的克萨斯旅行的故事 如果你真的想学习如何面对风险 损失和失败 就去圣安东尼奥的阿拉末 阿拉末的传说是关于勇敢者在知道毫无战胜怪物的希望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战斗的故事 他们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投降 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激动人心的故事 然而 这的却是一次悲壮的军事上的失败 你想知道的克萨斯人面对失败时 是怎样做吗 他们高声呼喊 记住阿拉末 我和麦克多次听到这个故事 在做大生意之前或者感到不安的时候 傅爸爸就会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当他把一切仔细安排好或者一件事情结束的时候 他也会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每次当他担心犯了错误或害怕损失金钱时 他还会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给了他力量 因为他总在提醒傅爸爸 只要充满信心 努力奋斗 总能将财务损失变成财务盈利的 傅爸爸知道失败只会使他更加强大 更加精明 他并不愿意损失 但他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知道该怎样去面对损失 他会接受损失并将他变成盈利 而这也是他最终成为赢家 而别人成为失败者的最根本的原因 同时这也是当别人退出时 他依然有勇气去冲过终点线的原因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喜欢的克萨斯人的原因 他们接受失败的现实并把它转变成通向成功道路上的一个个插曲 今天我对傅爸爸的这番话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 的克萨斯人并不掩饰他们的失败 他们越错越愤 他们接受自己失败的现实并将失败转化为动力 失败激发的克萨斯人成为成功者 而这个公式并不仅只是用于的克萨斯人 它是用于所有的成功者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 从自行车上跌下来是学习骑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还记得从车上摔下来使我更加坚定的要学会骑车 同样的 世界上没有从未打失过一球的高尔夫球球手 作为一位职业高尔夫球高手 打失一个球或输掉一场比赛只会激励他做得更好 我的观点是 顾虑和愤世嫉俗的心态使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得贫困但很安全 现实世界等着你去致富 可就是这些顾虑使人们摆脱不了贫穷 正如我所说 摆脱老鼠赛跑的生活在技术上讲是十分容易的 这不需要接受太多教育 可那些顾虑使得大多数人寸步难行 愤世嫉俗者从来不会赢 父爸爸说 未经证实的怀疑和恐惧会产生愤世嫉俗者 愤世嫉俗者抱怨现实 而成功者分析现实 父爸爸解释说 埋怨使人头脑受蒙蔽 而分析使人心灵眼亮 进行分析能使成功者看到那些愤世嫉俗者无法看到的东西 也能发现被其他人都忽视了的机会 而发现人们忽视了的机会的能力正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对任何寻求财务独立或自由的人来说 房地产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投资工具 可以说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投资工具 然而每次当我提到房地产时 我经常听到人们说 我不想去修理厕所 这就是林奇所说的噪音 也是我的父爸爸所说的愤世嫉俗者的说法 这种人只会批评抱怨 而不去分析现实 有些人宁可让顾虑和恐惧蒙蔽思想 也不愿睁开眼睛去观察现实 因此当某人声称 我不想去修理厕所时 我就反击说 谁跟你说过我想去 他们似乎把修理厕所这件事看得比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更重要 我在谈论从老鼠赛跑中获得自由 他们却把注意力放在厕所上 这就是使人们生活贫穷的思维模式 他们总是批评而不是去分析 总是看到细节上的麻烦 而看不到解决麻烦之后总体上的巨大收益 我不想要是成功的一个关键 父爸爸这样说 因为我也不想去修理厕所 我费了很大劲而寻找了一位房产管理者 为我代理厕所修理工作 因为找到了一位好的房产管理者 来维修我的房子和公寓 我的这些资产项就会增值 这意味着我的现金流就会上升 更重要的是 一位好的房地产管理者是在房地产交易中成功的关键 能有助于我去买入更多的房地产 因为我不用去顾虑修理厕所了 因此对我来说 寻找一位好的房地产管理者比房地产本身更重要 此外一位好的房地产管理者常常会打听到比在房地产经营机构听到过的更多的大额交易 这一点也有助于使我的房地产增值 这就是我的父爸爸所说的我不想要是成功的关键的含义所在 因为我也不想去维修厕所 我才想出买更多的房地产和将自己从老鼠赛跑中解脱出来的办法 那些说我不想去修理厕所的人总是拒绝自己去使用这一强有力的投资工具 修厕所总比他们的自由更重要 在股票市场上 我也经常听到人们说 我不想有损失 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认为我或其他投资股市的人喜欢损失 他们不是去分析实际 而只是对另一种强有力的投资工具 股票市场不予理睬 1996年12月 我家车和一位朋友经过邻近地区的一座加油站 我的朋友看了看 发现油价上涨了 我的朋友总是忧心忡忡 他也是那种小鸡型的人 对他来说 天似乎总像要塌下来 而且通常是要压在他的头上 当我们到家时 他给我列举了所有数据 以说明为什么在即将到来的几年里油价会趋于上涨 我以前从未读过这些数据 即使是我已拥有一家营运中的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份后 也是如此 根据这些信息 我立即开始寻找并找到了一家新的价值被低估了的石油公司 这家公司正在勘探新的地下石油储备 这使我的经纪人对这家新公司感到很兴奋 我后来买下了他的65%的股份 共1.5万股 在1997年2月 还是这位朋友 驾车和我经过同一座加油站 的确没错 每家轮汽油的价格上升了几乎15% 这位忧心忡忡的人非常担忧并且不停地抱怨 我笑了 因为在1997年1月 那家小型石油公司找到了石油 自从他第一次给我分析了那些数据以后 我买下了1.5万股股票 现在每股价格以上升到3美元以上 如果我的朋友所说的是正确的话 石油价格还会持续上扬 我的收益还会增加 他们心里的小鸡 使他们不是去分析问题 而是封闭了自己的思想 如果大多数人懂得股票市场上 横盘 预定低点抛售 意味着投资机会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投资以盈利 而不是投资以避免损失 一次横盘 就像一个计算机指令 当价格开始下跌时 自动出售你的股票 以帮助你使损失最小化 收益最大化 对于那些害怕受到损失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极好的工具 因此 每当我听到人们执迷于自己的 我不想要而不悟 不去注意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时 我就知道他们脑子里的噪音 一定很想 小鸡掌管了他们的思维 正在叫喊 天要塌下来了 厕所坏了 于是他们避开了自己的不想要 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们可能将永远得不到自己在生活中想要的东西 父爸爸教给我看待小鸡的一种方式 要像桑德斯上校那样去做 在桑德斯上校66岁的时候 他失去了所有的产业 开始靠社会保险金生活 而那点钱根本不够用 于是他走遍全国推销他的炸击方法 在他最终得到肯定回答之前 曾被拒绝1009次 然而通过不懈努力 他在大部分人打算放弃的年龄 又开始了迈向百万富翁的道路 他是一位勇敢 坚韧不拔的人 父爸爸说的就是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 桑德斯上校 所以如果你顾虑重重 感到有点儿害怕 不妨像桑德斯上校对待自己的小鸡 那样去做 油炸这只小鸡 原因之三 懒惰 忙碌的人常常是最懒惰的人 我们听说过一位商人 努力工作挣钱的故事 他努力工作希望为自己的妻子儿女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他在办公室长时间的工作 在周末还把工作带回家去做 一天 他回到家 却发现人去楼空 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 他早就知道他和自己妻子之间有一些问题 可他却宁愿忙于工作 而不去改善双方的关系 可悲的是他在工作中的表现也滑坡了 最后他失去了这份工作 我经常遇到那些过分忙于工作而不顾及到自己身体健康的人 原因是一样的 他们很忙 他们把忙碌工作当作逃避自己不想面对的一些问题的途径 没有人去告诉他们这些 他们把难题掩盖起来 事实上 假如你去提醒他们 他们还常常会感到不快 如果他们并不忙于工作或与孩子在一起 他们常常会忙着看电视 钓鱼 打高尔夫球或者购物 总之 把问题掩盖起来使他们逃避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这是最普遍的一种懒惰形式 一种通过忙碌来表现的懒惰 那么 什么能够治疗这种情形呢 答案就是 贪婪一点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 我们是在把贪婪或欲望看作坏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贪婪的人都是坏人 妈妈常常这样说 然而 我们的心里都在渴望着拥有那些美好 新奇或令人高兴的东西 因此 为了控制这种欲望 父母便常常想办法教导我们用负罪感来抑制这种欲望 你只考虑你自己 你难道不知道还有兄弟姐妹吗 这是我妈妈常爱说的一句话 你还想要我给你买什么 我爸爸则爱说 难道你认为我们是摇钱树吗 你认为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吗 你知道我们不是富人 还有许多这样的话 这些话影响了我和钱